现在有许多兄弟们还在单身,总是抱怨追女孩真的太难了,真的难吗? 其实只要你掌握一些正确的聊天技巧,正确的吸引技巧,让一个你喜欢的女孩喜欢上你,是非常简单的,那么怎么样的聊天才能够顺利的进入女孩子的内心,让她愿聊愿何向你聊呢? 当然了,这些都是借力在女孩子对你的第一印象不差的情况下的,如果女孩对你的第一印象不好,那你后面的工作,基本就是是被公办了,所以如何给女孩子留下一个美好的第一印象,就自己领悟了,之前说过,就不说了。 一,留意女人给你的非言语提醒,假如你站得离她很近,欲言是吐沫心横飞,或是让她在其他方面感应不自在,她会给你表示,要留意这些提醒。 二,在众多的聊天技巧当中,幽默无疑是最好的聊天技巧之一聊,所以有时候我们和女孩聊天的时候,可以去和她开一些天马行空的玩笑,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把她当成一个小女孩。 不要讲道理,不要太理性,因为女孩子基本上都是较为感性的,这样的聊天方式才是最好玩,最容易调动女生情绪的,也是容易产生互动的。 但是也要注意,切勿把低俗当幽默。 三,记着这条龟鱼,灰鞋但不滑稽,女人会被让她们高兴的汉字吸收,不要只想着说最搞笑的笑话,要多花花心机,向她们展示最使人镇静最有兴趣的事物。 四,保持正常联系你如果想要通过聊天吸引她,让她对你产生感觉,那么你必须要和她保持正常的联系,许多兄弟因为女人一次对你的拒绝就放弃了,这样是非常不对的,因为这样你就失去了所有的机会。 一开始,我们要和女孩保持正常的联系,不要过分的向她去谈论感情的事情,有很大机会让她和你进一步发展的。 其实之前也说过了,表白是吹响胜利的号角,不是发起进攻的冲锋号,而且为什么自古表白多白表,因为你没掌握好度。 通过聊天,去曾瞧她对你的好感,时机一到,她自然会向你暗示。 五,挑逗她,要让对话变得暗昧风趣。 最简单的办法,就是跟女士们调调情,追念一下现在在校人操场上是如何和女生玩的,是先吸收女生的办法,现在在约会时也完整合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